凯恩斯的流动性利率理论 这是凯恩斯的利率理论 或者叫做货币理论 他认为这个世界有一种叫做货币市场的东西 里面有供给跟需求 这个图红色那条线就是供给 绿色那条代表需求 货币供给的供给商是中央银行 所以当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的时候 利率会下降 绿色那条叫做需求线 这个需求线哪里来啊 凯恩斯叫这个需求做流动性需求 所谓流动性就是把持现金的意思 那流动性需求哪里来啊 凯恩斯认为当利率下降的时候 债券价格自然会上升 人们就会卖掉手中的债券获利 然后就增持现金 或者是增加流动性 看起来这个理论不错啊 我的反驳很简单 假如大家都增持现金的话 那他们是不是要从银行的户口提款出来啊 那银行的存款减少 透过银行的存款乘数效果 那货币流动量一定更加减少啦 也就是说利率下降 货币数量也减少 这样是一条负的线吗 所以凯恩斯这个利率理论 或者是货币市场理论 不成立 或者下面的N 纸粮现金 所以中印银行印钞票的时候 老百姓手中的现金一定增加 不过这有两个缺点 第一 那这只不过是一条攻击线 第二 依靠第三个因素来形成良解的关系 绝对不是科学态度 凯恩斯解释 人们为什么要保持流动性 他叫这个叫做囤积 我们囤积米来乘高价的时候 卖出去 这是囤积 囤积货币有用吗 没用 是大笨蛋 所以凯恩斯的货币 或者是利于利理论 不成立 我们再回头看 凯恩斯的投资理论 他认为债券价格上升 人们就会卖掉手中的债券 但万一卖掉债券之后 价格继续上升呢 或者我手中根本没有债券 那要如何获利 增持现金呢 每当马迹开始 很多人都会在路口那里 卖他的预测报告 同时也会把他的成绩列出来 结果都是很好 不过后来发觉 那都是逆造出来的 这种预测叫做马后炮 马后炮的投资 或者是赌博一定赢 不过那只是骗局 正确的投资 不用我教 大家都会 你猜他会下跌 赶快卖啊 你猜他会上升 赶快买啊 会不会准 不一定 凯恩斯的投资理论 还有一个缺点 他需要利率的变动 所以说到底 我们不是要猜利率吗 谁能猜中利率会下降 或者是上升呢 最近有人在英国伦敦的 同业猜借市场赚了大钱 那就是猜利率猜中 如何猜中啊 内幕交易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